周三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要求加强渤海、东海和南海等海域近海油气勘探开发 大力提升海洋油气的产量 同一天我国的水上飞机也首度加入南海海域海空联合巡航 这是中国首次实现对南海的海空立体巡航 在周三 三亚海事局海巡110三轮与美亚航空水上飞机从三亚出发 对海南南部海域进行了海空立体巡航 据了解 这次海空巡航的主题是保障航行安全和保护海洋环境 是南海海域首次由水上飞机加入的海空立体联合巡航 主要是对海南南部海域等相关水域的水上交通秩序 进行海空联合巡航 我们这个海空的这个立体的这种 在海上的这种巡航了 实际上就是说向外面 外界展示了我们中国这种维护领土 这种决心和意志 同时呢也体现了我们在 这种维护主权方面的这种能力呢在提高 不要让南海的一些试图不断挑衅中国 导护主权那些国家存在任何的侥幸的心理 试图呢来挑衅中国 来以小不大 我想这种的空间呢会越来越小吧 据中国政府网消息 国务院办公厅周三发布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2014至2020年 通知要求稳步提高国内石油产量 加强渤海东海和南海等海域 近海油气勘探开发 尽快突破深海采油技术和装备自主制造能力 大力提升海洋油气产量 将重点建设大庆 辽河 新疆 塔里木 胜利 长庆 渤海 南海 延长 等九个千万吨级大油田 有分析认为 千万吨级指的是年产量 有专家称 这是中国首次提出 在南海建大油田 是扭转局面的战略性举动 毫无疑问 那么这一次的行动计划 就预示着中国未来 可能会在南海 会强化这种勘探的这种步伐 因为我们知道 现在我们国家的能源 主要是依靠大部分的 是依靠进口 特别是油气资源 所以一个国家 如果说对你的能源 对外一程度太高的话 实际上不利于你国家 的这个能源安全 就在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 出台的同一天 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宣布 在中国南海东部海域 发现中型油气 经测试 发现仅平均日产量 约1320桶 实际上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的出台 具有限时紧迫性 去年中国石油产量 2.1亿吨 净增370万吨 同比增长1.8% 连续四年保持在2亿吨以上 但目前的石油产量增速 依然难以跟上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 换句话说 原油只能加大进口 对外依存度还将持续攀升 2005年以来 中国原油进口量一路走高 有预测认为 中国今年原油依存度 还会持续上升至58.8% 而国际警戒线为50% 亿吨